复合是确保用药安全的关键 已经调配好处方 我们在配方者的基础上 需要由责任心残 业务水平比较高的经验丰富的中药师 来进行再次全面的细致核对 确保处方中的质量 避免用药差错发生 中药影片的包装捆扎技术 是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体现 那么中药调剂的工作 应该是熟练掌握的技能 已做到所包之药 不松不漏 牢固美观 对于复合的要求 我们常规要求主要是 有哪些方面呢 第一复验撑药工具是否准确 那么第二就是我们要审查 处方中有无相反相畏 认身禁忌的药物 毒际药品是否操练 毒性药和贵重药品 还有致费的调配处理是否得当 第三个就是我们调配好的这个药物啊 有没有错位或者漏位或者多位 或者是掺杂一些异物 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审查 有没有特殊处理药物的这个 药物如这个先肩令肩后下 阳化包肩充服啊等等 是否另包了并注明这个用法 单包的药品呢 我们要拆开来进行这个复合 第五个就是我们要检查影片的质量 有没有重铸啊发霉啊变质啊 有没有该质的 有没有该质的 不质或者生质的 有没有生质不分啊 导药啊 纸药啊 该打的有没有不导啊 调配处方有无这个乱续待用的 等等情况 如果说有发现问题的应该及时调换 第六个我们要核对撑取这个分量啊 调配这个技术与这个处方是否相符 那么审核这个剂量包装 这个单位的药剂量啊 每贴这个肿量和这个分 各药基间的这个分贴量 每剂药的这个剂量误差 我们误差应该小于正负5%啊 必要时要复合 那么第七个就是如果说我们有 有带煎药的 我们需要复合这个煎药的凭证 和这个处方上的这个器皿啊 送药的日期啊时间啊地址啊 啊药贴数啊啊等等是否相符 那么第八个就是我们要审核这个处方上的这个医师签名 这个调剂人员这个签字是否齐全 还有就是我们要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比如说这个中药影片调剂完调配完以后呢 我们必须要经过地爱人进行复合 未经复合的这个药剂啊不得发出 复合时呢我们必须要思想集中 那么高度负责 一张处方呢我们必须要一次复合完毕 中途我们不得做与复合无关的事情 那么复合率呢应该达到百分之百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处方中应该全面复合物 物货必须要签置啊 加盖这个专用章 核对人员可包装药品 那么这些是传统的中药的包装样式 那么包药啊捆扎的这个操作方法啊 各地有不尽相同 但是啊以熟量快速整洁美光啊 包装的包扎牢固为目的 那具体要求就是我们要根据每一剂的这个药 药量和质地啊 那大小来选择合适的包装用纸和质带啊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还要 我们需要担包这个小包啊 应该规格整齐啊 粉末药呢 还有这个细小质地药呢 还有贵细药呢 我们应该分为两层的这个啊 纸来进行包装 来避免这个遗漏 小包我们应该放在群药之上 以提示用药者规定的这个兼筑和这个服用的方法 第三个就是如果我们药包捆扎 我们需要松紧事宜啊 那么扎这个十字节啊 捆包的这个顶部呢 我们应该可以这个提这个 留个提系啊 以及变这个拎提啊 如果说我们只带包装呢 我们封好这个这个带口就可以了 避免这个洒漏 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在包装上 注明患者的姓名啊 肩法服用的方法等等内容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视频 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